除了宣草花还有很多品类的鲜花 也成了今天向母亲表达爱意的基本款 不少人走进了花店以及商场的鲜花展台 预定选购鲜花送给母亲 昨天记者在沈阳市和平区一家大型超市的鲜花展台看到 到这里选花和买花的市民络绎不绝 有小两口结伴同来挑花送双方父母的 也有三五好友一同前来挑选的 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然后我来这选树玫瑰花送给我母亲 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日快乐 我母亲选一树康乃馨 对她有一份温馨的祝福 祝她身体健康 记者从沈阳各大鲜花市场了解到 康乃馨 百合 橱菊等代表母爱的母亲花 受到市民的普遍青睐 玫瑰 向日葵等鲜花也较为畅销 由于花卉货源充足 目前花价平稳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 品质良好的鲜花 保存期在一周左右 鲜花的日常养护是比较简单的 回去只要做两步 第一个就是我们深水的醒花 首先是把下面的根部去掉 露出嫩绿的部分 多余的叶片去掉 只留下两到三组 然后放入花瓶 装入三分之二的水即可 那正常的养护呢 也就是一到两天呢 我们要进行一次换水 换水呢 只保留三分之一的水位即可 此外 每天为花瓶换水时 可以把鲜花根部修剪一下 这样可以延长鲜花的寿命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母爱是伟大的 是无私的 从我们姑姑坠地开始 就享受着母亲的关怀与养育 我们长大 母亲却变老了 不再满头黑发 不再身姿挺拔